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我们探员系列 有先邀请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立元研究员 给大家介绍和一两组,介绍两组遗址呢 这些年的80年来吧,考古工的情况 王立元研究员呢,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技考古室的主任,主要负责呢,两组古城与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 获得了浙江省第四批万人计划文科领域人才 负责两组遗址科技考古和读学科的合作研究 他的方法很创新了,等一下呢,我想王立元教授呢 会介绍相关的情况 王立元老师的情况,我觉得不多讲了 现在呢,我们有请王立元教授来介绍合一两组 好,谢谢 王老师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王立元,能听见吗 能听见,非常好 好的,那这个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文明探员的这个系列讲座中 那么这个也很感谢各位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 这两个休息日来听听我介绍两组的情况 那么两组考古呢,这个至今已经有87年了 从36年开始讲起已经有87年了 那么关于这个两组本身的这个考古发现的情况呢 最近几年,特别两组生意以后呢,各种媒体啊,各种报刊 记录片啊,什么的这个介绍都非常多了啊 那么我想呢,我们经过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考古发现了 我们现在呢,我们对两组的认识呢 可能已经可以从这个现象的描述这个层面上 可能能开始进行对他的一个发生的源起啊 已经演变过程啊,等等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呢 进行一些闭环式的一些讨论啊 那么所以呢,我今天的讲座呢,就叫合一两组啊 它最主要的这个叙述逻辑并不是介绍两组遗址发现的本身 而是就是说,我们试图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啊 看看能不能去恢复一下啊,两组为什么会成为两组啊 那下面呢,我就开始我今天的PPT演讲 我这个题目呢,叫合一两组啊 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我大概会从这个五个方面吧 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两组 一个呢,就是叫合为两组啊 那也就是说基本概念和认知 因为两组这个概念相当之复杂啊 和一般的单点的遗址不太一样 它是一群遗址啊 另外呢,两组这个概念有的时候还用于介绍一些别的一些内涵啊 另外呢,就是说讲一讲合一两组 也就是说我们两组文化啊 这种所谓的江南模式 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的成因是什么啊 另外呢,再讲一讲两组古城啊 这些关系啊 从我们浙江地区啊 或者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呢 这个讲呢,就是这个 我们史前考古发现 有几个发现呢,它是具有特别大的意义的啊 那么首先呢,这个是两组移植是指1936年发现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就是证实了江南地区有新石器文化 因为在此之前啊,大家都认为我们这个长江以南开发是很晚的 要这个宋世南渡啊 他发现了,他发现了我们江南的这个水道啊 然后呢,他就确认了长江和黄河 共同啊,共为中华文明的五清河 因为以往都是这个黄河流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这个权地嘛 那么,这个 然后一个呢,就是1986年开始到2007年啊 这个阶段最终确认的这个梁祖古城 那么它实证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啊 那这一段大家知道的都挺多的啊 然后呢,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泽江在2001年以后呢 发现了以上山遗址啊 为代表的这个一万年前的一列的这个遗址啊 是稻作农业的起源,春乐的起源啊 那么它是实证中华一万年文化史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啊 那么所以呢,这些遗址呢 实际上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啊 那么这个习主席啊 前段时间刚刚发了这个新年贺词啊 他说这个梁祖二里头的文明曙光啊 和英虚甲骨的文字传承啊 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啊 那么等等吧 他说是这个 专门在这个新年贺词里面呢 提到了我们这个梁祖二里头英虚三星堆啊 那这些都属于这个 我们国家最重要的遗址了 而我们国家呢 这个遗址根据三谱的数据啊 就是遗址加上这个墓葬吧 这一类的这个总的数量好像有33 超过30万个 大概有33万个 在这么多这些墓地啊 这个遗址里边呢 它有特别重要的 我们称为大遗址的呢 它原来是100个吧 现在大概有150个啊 那我们当然两组二里头这些都属于这150个大遗址里面 这150个大遗址和普通的遗址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一个呢就是这些遗址 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啊 那么在操作的层面上 它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中国境内啊 你进行考古发掘都是要报批的 它要国家文化局给你一个发掘执照吧 反正就以许可证啊 你才能合法的进行这个考古发掘 那么一般的话 你比如说配合基本建设啊 土地前置碰到的这种项目呢 国家文化局会给你一个执照 但是呢是没有经费的 是没有经费的 那像这种大遗址呢 它是主要以开展这种主动性的项目 就是我要解决一些学术问题 那么这个在这个词字里面的这些项目呢 那国家文物局它在逼准你发掘以后呢 它会相应的给你这个拨这个专款的 所以有这么一百多个遗址 是属于特别重要的遗址 那两组就属于这里面的一个 那么两组遗址呢 就是说以其种类齐全 规模宏大的遗址类型和数量众多 材质精美的文物 逐渐改变了以往 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 途径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认识 显示了两组遗址 在同一时期世界罕见的规模和品质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的重要时政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这个是国家文物局在批准这个 两组遗址作为全国国保单位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 它的一段评语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全面和科学客观的 那么这个两组是时政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这个是习近平主席做的批示 那么他概括的非常精准了 那么下面一个呢 说两组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将中国国家社会的历史上推了一千年 普在和古埃及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几乎相同的时间 这是谁说的呢 这个是柯林伦夫说的 那我们中国以前就是我们进行过几个比较大的国家级的大的考古的这个工程性项目 之前是这个夏商周断旦工程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明探院工程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用多学科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信使从原来被西方认为的三千两百多年的那个应虚时代 能不能上推到下这个时代 然后文明探院就把这个从四千多年继续往前推 推到了这个五六千年之间 这么一个社会复杂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之前呢就说西方社会呢 其实都不太认可 包括我们可能这个夏商周断旦工程做完以后呢 因为各种原因吧 人家也不是特别的就是都一直都认可 那反正还是有一些非议的 那么这个文明探院工程做完以后呢 这个就柯林伦夫代表西方主流的一个考古界的也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吧 这句话是他主动说的 是他在一次公共演讲的时候 在这个上海的这个世界考古论坛 在世界考古论坛 在上海博物馆做的一个公共演讲里面 他就直接这么说的 那么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呢 这个考古界或者是学术界呢 他已经很主动的因为两组的这种发现吧 他就认可你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 是和这个埃及没所不达米亚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很悠久啊 你从这个五千多年到我们今天 朝代很多的 那么这个我们初中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历史老师肯定会教我们一个朝代歌嘛 这朝代歌还有很多版本的 有香港版啊 江苏人教版啊 就比如说前面那个 唐妖雨顺夏商周 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尽统一 南朝北朝是对头 随唐五代又十国 宋元明清帝王秀 你背了这个口诀 你这个朝代是不会错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么多朝代里面 他有一些朝代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呢 某一些朝代 某几个朝代 它是有节点意义的 它是有特别的社会发展史的节点意义的 那么这是属于哪一些朝代的 是这样的 而我们原来呢 我们把这个 中国分成古国时代 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 这个春节前刚刚发布了这个 我们文明探员的阶段性成果 他把这些表述做了一些改变 那么现在 我这个表是根据最新的表述做的 那么他把这个 就是这个古国 分成两个阶段 那原来呢 我们这个古国时代呢 基本上就是从5000年的这个两组说起的 那现在呢 往前拓展了一下 变成了古国的有个第一阶段 两组变成了古国的第二阶段 古国第一阶段呢 就像类似于红山啊 林家台啊 这一些都把它纳入到古国时代的前段 我们这个两组呢 是古国时代的典型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时段是第二段 那么这个阶段 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就是这个特别的地方呢 它其实它是属于区域文明的阶段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我们中华大地上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么就是所谓的漫天新豆 的时代啊 漫天新豆的时代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朝代歌里面啊 就是旁遥与顺啊 基本上就在那个时候啊 就是旁遥啊 嗯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阶段啊 那么后一个阶段呢 原来呢 我们称为王国时代呢 现在改成王朝时代啊 那么王朝时代呢 基本上是如果纯粹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就是以距今3800年的二里头遗址 作为它的典型的啊 那么之前呢 我们如果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呢 这个所谓的王朝时代应该从距今4000年的这个夏朝啊 就夏商周啊 三代 这样开始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一个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它是所谓的广域王权国家 这个广域王权国家呢 有一个比喻叫越南新西啊 那么也就是说 你最开出古国的时代啊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老大的啊 大家都差不多啊 可能各自独立发展像丛林法则一样的 一下这个强了 一个那个弱了 打来打去 可能是这么个样子的啊 那么到了这个王朝这个时期呢 就有一个广域的王了 就是有一个法理上的老大啊 那么譬如说 就我们这个大女之水的那个时候啊 那么于啊 就是这个夏王朝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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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他的那个地方就代表夏王朝的中心啊 那么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夏朝商朝 可能他的这个社会面貌不是太清楚 但是周朝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周朝他有一个周天子啊 率土之兵普天之下都归他管的啊 理论上他就是天下的老大 但是呢 真正他直接管理的区域啊 行政直接管理的区域 就是王姬那一个区域啊 就蛮小的这么一块 然后呢 再往外围呢 就已经封封给各个诸侯啊 春秋武霸了 战国七雄了 就封封给各个诸侯了 那么那些诸侯呢 理论上是尊你这个周天子啊 呃为老大 那么然后呢 但是他们实际上国家治理的时候呢 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政体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做一个比喻呢 就叫月朗星系啊 那么这个呃 这个局面呢 一直到什么时候去结束的呢 公元前221年啊 秦帝国啊 就是 秦灭了六国啊 秦始皇啊 出现了啊 这个时候啊 就进入了统一的帝国 这个帝国跟原来的王朝的这个国家 他的区别在于 全国都是归皇帝指管的 他实行郡县制 都给他指管 也就没有丰丰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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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种形式吧 那么也就是说你到汉代后来虽然出现过这个同姓王异姓王的这种风格 但是很短暂瞬间都会被削掉 削反削掉啊 那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这个帝国时代啊 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唐宋元明天全是帝国时代 一直到了这个中华民国让这个宣统啊 这个这个这个宣统皇帝退位了 好 那那个时候帝国时代结束了 那么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朝代里面呢 有几个节点性的这个朝代就特别特别重要啊 就比如说像梁祖啊 二里头啊 所以说这么一个在社会发展史上 他有这么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从世界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你北纬三十度啊 这个四大古文明啊 这四大古文明呢 跟我们中华文明啊 有什么区别呢 比方这张图啊 还是比较老的 直接借用的啊 这个画的还不太科学 你看他之中华文明画的黄河流域的啊 他并没有包括长江流域 其实你至少要包括一下长江流域啊 那么这个在我们这张图里面啊 西边的三个啊 古埃及啊 苏美尔和哈拉帕 这些的文明形态 全部都是卖作文明基础上的啊 是汉作农业基础上的 那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呢 也是这个树和鼠啊 黄米和小米的那种基础上的一种作为这个经济基础的产生的这种文明 只有我们长江下游 这个长江下游的这个两组 两组文明呢 它是从这个 主要是以这个稻作农业作为它的基础 虽然一直以来吧 或者我们在很长时期 我们都认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在黄河流域啊 但是你到了三代的时候 你文明的很多要素啊 青铜器啦 马车啦 后面的麦子啦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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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羊啊 那个那个那个牛啊 马马车这些东西 实际上它的发源地都不是中国啊 而其实是从西边传过来的啊 那倒是我们南方地区的这个稻作文明的这个稻子 就本身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驯化的啊 然后一直到今天 然后呢 那个稻子呢 到今天为止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 那么所以呢 这个早期文明形态呢 那是非常非常的中国的啊 非常非常的中国的 那么如果哈 我们对两组的做一个最最简单的概括 我觉得它就是这么几个词就可以了 一个它有一个当时最大的层 然后呢 有当时最最早的这个罢 然后呢 有最美的玉啊 距今五千年是多元一体的一个典型代表 我觉得有这几个词 我们把字就可以抓住它的要盘 那么另外我们需要再解释一下啊 因为两组这个我们简称两组 其实除了是一个一个正啊 除了一个一个街道的一个地理概念以外 它可能还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两组和点状的一般椅子是不一样的 两组是一群啊 那这边可能有听众里面可能有不从事考古学的朋友啊 我稍微啰嗦一点啊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两组文化 什么叫两组文化椅子 两组文化实际上是 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三百年间啊 在这个太湖周边啊 就长三角地区有一帮从事于到处农业生产啊 然后呢 使用黑桃和玉剂的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这么一帮啊 人他遗留下来的这些迷藤啊 我们称之为两组文化 那么所以呢 两组文化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杭州这边的两组 他整个长三角地区啊 苏南这个上海 浙北啊 然后呢 这个安徽那边都有一点啊 那这是他核心区啊 其实他的分布边远一点呢 还往北边啊 都到淮河流域去了 往南边啊 到浙南也有啊 实际上是这么大区域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考古学文化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叫两组文化呢 是因为他的第一个地点 就是在浙江这个 当时叫杭县吧 就杭州市的渔航区的这个两组 就在那里发现 所以他这个思心庚当时写一本书啊 就叫两组 那么后来 因为考古学基本上是根据你第一个发现的地点 来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的 那所以就命名为两组文化 那么就是我们两组遗址呢 有的时候又称为两组遗址群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思心庚当时写两组这本书的时候 他发现的并不是一个点 他最开出发现那个点叫做棋盘坟 但实际上他这本书里记载了三四个地点 这个周边的 但是大部分都属于两组阵的 其实还有不属于两组阵的 但是他直接就称为两组 因为他就两组人的 那么所以呢 两组遗址呢 实际上是这个周边一片遗址 一片遗址的总称 那么在这个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就是我们的这个浙江考古所 返山发掘的领队王明达先生 他在返山发掘完以后 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两组遗址群 这两组遗址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当时他发现这个两组阵 和我们当时的平遥阵 和安息乡 这几个地方 说是这个两组文化的遗址 它特别特别密集 那么除了施金刚当时发现的 那个十几个点以外 后来又继续调查过的 那么当时王明达先生提出 这个两组文化遗址 两组遗址群的时候呢 大概发现了三四十个 三十几个 他觉得隐隐约约 他觉得这一堆东西 好像关系很密切 距离非常近 那么他就从 纯粹从一个学术的角度 提出了这个两组遗址群 但是这个两组遗址群 虽然是个学术概念 但是他从客观上 就客观上 对于我们两组遗址的保护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 是因为你既然觉得 这一串东西 它可能是彼此有关联 虽然当时不知道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就觉得特别集中 也有很高级的这个聚落 那么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么个概念 那么因为你学术上是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他当时画的范围大概是有三四十平方公里 那么后来你要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的时候 那个保护区他就不会按照点来画了 他直接就按照区来画了 按照区来画就画得很大了 所以直接画出了一个两组遗址的这个整体的保护区 当时是三十几平方公里 后来变成了四十几平方公里 这个东西客观上就把两组最重要的遗址都包在那个一个圈圈之内 虽然那个遗址点当时只有几十个 现在我们真正发现这个遗址点 在这个区内以及边上外围的水利系统 加起来已经有350个 所以当时这个遗址群的概念提出 对两组遗址的保护 整体性保护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 那么在80年代 他只是一个功能不太明确的 画出了一个默默乎乎的一个大遗址的 那是早期的一个大遗址的一种概念了 成为两组遗址 但是到了这个2007年的时候 刘斌先生因为他这个 在这个遗址里面墨角山的那个边上 他发现了一圈城墙 这个是内城墙 那个时候就发现原来所谓的两组遗址群 那么就是中间有个城边上是它的郊区 那么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两组古城的概念相当于是 让我们从一字群的这个认识阶段 进入了都立考古的新阶段 那么就是因为整个两组文化区里边 你有像两组古城这么先进 这么高级的中心聚落 然后有非常明确的等级 然后它的这个延续性 这个分布区非常广 大家都觉得那两组你肯定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就称之为两组文明 所以两组文明其实是对两组文化发展水平的一种评价 那么所以两组的概念其实有不同的指向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这个两组文化的这个分布区 就是现在所谓的江南的这个核心区了 太湖周边的这个平原地区 但是两组古城它是在最南边的 是靠山的 这个理由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 就是在我们这个两组遗址所在的这个杭州这边 一个C型区域 我们可以看出是一个C型区域 它实际上的这个遗址是非常多的 这个我们画的大概也就是135个吧 130来个了 其实现在已经350个已经不能画 画上去就黑了 整个区域到处都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空间上 要在形象上对两组稍微有点概念 就记住中心一个城 然后有三圈的这么一个两组古城 它的北边西边是水利系统 然后边上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几百个这种郊区聚落 是这么一个样貌 大家记住就行了 那么两组文化问题是什么会形成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江南的这种生活模式 和它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大致可以有三个关键词 一个是稻作 一个是水箱 一个是堆墩 实际上江南是个什么东西 江南讲生挨奶饭到耕鱼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都是划船的 然后吃稻米饭的抓鱼的 那么这个但是江南并在中国的这个我们的人文历史里边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 不是专门指这么一个这个地区 它其实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代表一种富裕美好 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一种 一种社会的一种标杆 那所以如果我们说 塞上什么地方很好 塞上江南 地藏什么地方很好 西藏江南等等 反正就是你古代社会一个理想的一个东西 它就可以用江南来形容它 那么一般人总认为你这个江南 包括我们现在江南地区 长三角肯定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了 总觉得你这个江南地区为什么好 是因为自然条件优越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从自然地理的角度 江南地区是中国环境最为脆弱的一个地区 其实我们江南地区环境非常不好的 跟吐鲁番似的 吐鲁番那个地方太缺水 我们地方水太多 那么也就是说两组人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 把这个非常脆弱的环境建设成一个所谓的人间天塔 那实际上呢 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 这个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平原形成 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它的基地基础部分的形成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 距今6000年 因为在这个上海那边形成了这个 就长江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一种增 然后里面加速了里面的那个泥沙堆积 最后大概在6000年左右的形成我们今天这个长三角平原的这个大的样貌 然后呢大概过了500年500年 距今5500年的时候呢 有一次全球性的气候事件 这次气候事件呢 实际上是导致了全球 就是这个四大文明吧 就是各个地区的人都从原来的这个产集的这个经济模式 转向了这个农业模式 并且在这种农业模式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早期的文明 你包括这个埃及啊 两河流域啊 稍微晚一点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哈拉帕 印度哈拉帕啊 包括我们中国北方地区都是因为5500年的气候事件啊 这时候气候事件导致人类被迫的哈 由这个采集和狩猎的一种经济转向以这个种植业为主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人家因为在这个两河流域啊 埃及那些地方迈子一万多年前就开始驯化了哈 那我们长江流域是这个稻子也是万一万年的驯化史 那么这个就是这些地方原来的这些 你比如说像我们更早的上山文化和睦洞文化 它都有人工驯化道的 但是这个驯化道只不过是它的这个采集狩猎经济的一个补充 可能是会不会是这种天皇不接啦 这个或者是一个你要举行特殊的仪式 要举行验相活动啊 要去酿酒啊 或者要做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还会去食用或者是种植这个东西 所以它在整个人口的这个口粮构成里面 它不占主要地位的 更主要的可能还是这些巷子啊 菱角啊 就这些东西更多啊 那么为什么稻种农业不会一开始就成为这个人类的主食 是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研究表明哈 你像稻子种 你要种稻子你要获得相同的热量啊 和去采集啊 和去狩猎获得相同的这个热量和营养啊 大概就是说你种植方式获得相同的热量啊 你需要付出十倍的劳力啊 十倍的劳力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正常的你边上野果子很多 你野兽很多 你根本就不要去这个种的 因为种太辛苦了啊 那么到了5500年啊 这次气候事件以后就人类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 就是这个自然资源不够养活当时的人口了啊 然后他们被迫以这个种植业作为它最主要的这个生业模式啊 那么这个你当然你原来那个地方你驯化的什么作物 你就用那个东西作为你的主食啊 那么农民就是在5500年以后出现的 那国家文明也是在5500年啊 这样出现的 在我们梁祖这个地方 你肯定就是发达的盗作农业的基础上了啊 然后产生的梁祖文明 那在我们这个杭州边上的这个梁祖这个区啊 这个C型区啊 原来就有人的 但是呢我们从七千年六七千年前的马甲帮文化啊 松泽文化啊 一直都有人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你比起像林家滩啊 然后大松泽时期啊 或者是这个北印啊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很差的啊 一直以来呢 这个遗址呢 就鸡灵狗碎的这么个六七个啊 有的 但是很少很少的啊 但是呢 这个到松泽阶段也就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的 是一个整个 如果从整个马甲帮文化区 和睦东文化区 或者是这个松泽文化圈来说 这是一个蛮落后的一个地方 但是到了梁祖这个阶段 五千五百年后 这个地方的移植是一个爆炸性的征扎 是一个爆炸性的征扎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发展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发展 它有很大的因素 不是自然的原来的土著人的这些开支善业的结果啊 那么实际上呢 它很可能有一些外来的移民啊 而且可能是有一些精英分子啊 裹挟了大量的人群 进入到了这个平原地区啊 促进了这个长山角的开发啊 促进了我们这个地区的开发啊 然后建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两种文化啊 那么这个移植的数量是爆炸性的增长的啊 以前这个高梦和老师啊 写过一个长江下游的 好像是考古地理一样的这么一本书啊 这里面有有统计数据 到了这个时候就爆炸性增长 那么这种爆炸性的增长 是以周边地区的背景离乡和新生 作为一种代价的 相当于其实那个时候人 忽然就集中到了我们长山角平原啊 那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个梁祖仪子群 北边是大泽山 就是天不山系的一个资脉啊 再往北边就是西条西流域 西条西流域呢 就是这个湖州地区的安极和长兴 那个地方啊 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六七千年前啊 马家邦文化和松车文化说 那人很多的 那个聚落经常随便挖一个 就有这么三五百个墓葬 那些村子能挺多的 但是这两个地方啊 到了梁祖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遗址了 大概就只有一个 还是两个几乎就没有了 完全都移走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江江山 江江山是一个从马来邦时期开始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遗址啊 那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群的移动啊 那么安乐之里这些都是当时蛮大的遗址 但是两种遗址就没有了啊 他们是大概是这样移动的 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我们首先在这个江江山这个遗址上呢 发现了这个石梨 而且还不是很晚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算到松车的中期吧 你大概都可以算到五千五六百年的这个样子 石梨是什么东西 大规模稻做农业的专用工具 以前稻做刚刚发生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什么上山啊 和姆都啦 这个这个跨湖桥了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工具 只有大规模的田块 需要你持续性的翻根 这样持续性的离过去 翻土啊 才需要这种工具 那我们发现江江山这个地方 居然出现了最早的这个分体实力 出现了分体实力 那么我们知道啊 江江山这个地方 从松车到马列邦救人的 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实力呢 那么原来呢 我们认为啊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在这个时段忽然对这个稻作的产量 有了非常迫切的这个需求 那么我们要提高稻作农业产量 那无非就几个方法嘛 一个呢 改良稻作 你像袁隆平一样的 你弄什么超级稻啊 那无产可以翻好几倍来 对不对啊 要不然就改良稻作 要不然就改良工具 对不对 你原来用一个敲 你翻土很慢的嘛 你持续性翻土 你效率就很高 对不对 用这个也可以 再要不然呢 扩大种植面积 对不对 那么 史前时期的一个稻种改良了 他只能用自然塞成的方法 他又没有什么激光的方法了 用辐射的方法了 他这个只能一代一代的优选品种 比如说你今天这棵邓母田里面 这棵稻子长得特别壮 特别饱满 我把它采起来 我不吃了 我明年再种下去 然后又在邓母地里面找找找 找找找 长得最好的 一代一代非常选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的 也许你最后选选选选 这个产量很好 但是比如说他抗导服特别差 抗病害特别差 那你这个道种的选种 你到这个地方就失败了 你可能又要回去了 对不对 所以史前时期这个道种的改良 应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一下你来不及的 但是做专用工具 那对古代人那太容易了 那人类敲完石头玩了三百多万年了 对不对 他立刻就可以发明一个工具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像类似像江家山这种地方 它是在一个潮汐古地里面 跟小山谷里面 它真正适合于水稻种植的地方不够的 种植的地方不够的 所以还是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的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平原去 水稻是跟芦苇一样属于河本科的植物 河本科的植物最适合长在这种造成的地 那么当时经过了这个 从6000年我们这个长山谷平原形成 然后到了这个5500年的时候 这个过了个几百年 这个慢慢的下雨了以后 淡水就把海水带来盐缝冲掉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种了 然后这些人就慢慢的就开始往平原移动 这个是完全是背景离乡式的移动 而我们发现这些人移到了太湖边上的 这个类似于像台积山 红卫桥 秋晨 匹山 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所有的男人墓里面 每个人除了锅 顶豆冠 锅碗瓢盆就带到阴间去的锅碗瓢盆 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把石梨 然后还有下面的就是那个云填器 当然就有镰刀了 一种叉碎刀 下面是连杆收的石连 反正每个人都带了这套工具 捉明这个时候的部落里面的主要的这些成员 已经变成职业农民了 在此之前是没有职业农民的 他们水帐都是木筑工具 就啥巴的 就不是职业农民 到这个时候就变成职业农民了 那么就是这些职业农民 最早开发了这个太湖平原 建立了两种文化 创造了我们辉煌的两种文明 那么也就是说 就从一个狩猎的 到农业模式的一种转化过程中 导致了我们长三角平原的开发 但是从就譬如说 西条西只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地区 其实我们长三角平原开发的时候 周边整个地方的周边 也包括类似像林嘉滩 这样的人都有可能是往太湖平原移动 都有可能往这边移动 所以周边地区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了 进入了这个碟形袜地 那么相当于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进入了一个海拔比较低的太湖平原 太湖平原有的地方海拔就两米三米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低平的一个碟形袜地 那么有这么一个人口的 在5500年以后大的一个移动 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 你种水稻那可容易了 而种水稻是你要排惯 你必须在那个水面相差不太远的 它方便排惯 但是这个地方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这个地方太低 我们又是个季风气候雨 有的时候下得挺急的 我们这个地方太低的时候 人是不能住的 你一定会被水淹掉 那怎么办呢 堆一堵 堆一堵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人进入平原以后 他干了第一件事 他首先要找一块地 就比如说这个周边 他觉得是合适于排辟为水稻田的 可以 他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先挖土堆一个墩子 就堆个台子吧 这人呢 他把房子就盖在这个台子上面 盖在台子上面呢 一个水淹不着了 比外面高个三两米四五米 各种各样 反正就是水是淹不着了 然后呢 你周边就是他的水稻田吧 他到田头去也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堆一堵一方面 抬高了人类自己的居住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些人不住在这个山脚 坡地就比较高的地方的嘛 我到了一个平原的地方 我就人为的制造一个小高地嘛 那我就堆一堵 那么堆一堵呢 就让自己的这个居住面抬高了 水没有 不会淹到了 那么你挖 挖这个土的时候 你边上不会形成河啊 渠啊 塘 又跟我们江南的这个水网是连通的 那么你一方面交通啊 用水啊 他也扩大了这个蓄水的面积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那么 整个平原附地啊 没有山的那些地方的开发 全是堆顿的 那么两组人的这个行为啊 一直影响到今天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北平原 你看嘉欣地区不太有山的地方 你要去找这个两组椅子 你很好找的 你就要看哪个地方有现代的村子 你挖下去啊 百分之八九十 就五千五百年以后就比两组越早一点 或者就两组时候堆了 这个墩子就那样堆了 然后历朝历代的人在这里种水稻的 他都要住在墩子上的 所以他不会把前代以留下来的墩子推掉 他只会越堆越打啊 所以呢 这个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 我们这个两组人在这个太湖平原上 形成这种这种堆顿居住的行为 一直遗留到今天啊 一直遗留到今天呢 然后现在我们江南没有大村的 都小村子啊 那个格局啊 这种农业这个江南的这个所谓模式 就是两组人动的 是五千年没有变过 五千年没有变过 就是这还带来一个啊 就是这种堆顿居住 它还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 社会组织结构上的变化 就是从原来啊 你采集狩猎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属于不存的 原始共产主义似的 因为你要打猎啊 采集他都要协作了 要协作了 到了这个农业社会啊 到做农业社会的时候 他这个大小 大聚罗全部拆解成了很多小聚罗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一堆稻田的中间 建立一个村子 如果这个村子里的人口太多啊 比如说跟原来一两百个人 你当时的亩产是很低的啊 两百斤啊 三百斤 你要养活你村里这么大的人口 就决定了你周边啊 就是聚了周边 你的水稻田的这个直径 半斤要很长很长 那我们江南水稻很密集的 你要过去到你的田头 如果距离太远的话呢 非常不经济 可能你赶到那个田头弄完了回来 然后就浪费很大的时间啊 这个非常不经济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大村拆成了二十来个人 十几二十个人村子 散布出去也一直有密集分布的小聚落 作为我们那个遗址分布的这种设计 那所以我这边放的一张图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加星地区的海宁跟海岩的这个两个交界地方的这些村子 这个村子 现在还还是现在都是村子一样的 那么现在这些村子呢 这个他们的距距呢 大概是五百米或者一千米 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呢 你可以养活这个村里面大概二十来个人吧 大概大概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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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田面积正好可以养活他这么个小村子 那么所以呢从大聚落拆分成小聚落来啊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江南的那个村落布局啊 两组人奠定了这个 那么然后呢村子里面呢哎是怎么格局的呢 基本上是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我挖过一个椅子要先谈庙啊 哎这个村子大概有个十到十二个十二户人啊 这个一户人呢大概都是一夫一妻加小孩的这种个体小家庭 你可以发现这个个体小家庭的这个是每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这种什么公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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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食堂已经没有了啊 原来是共产主义消解掉了 这完完全全是私有制的 他这个样貌恢复起来是怎么样的 就村子里面跟现在新农村似的啊 每家每户啊 盖一小墩子 你的墩子跟邻居还是分开的啊 那么房子盖在中间 然后你家里人啊这个长辈去世以后 连那个坟都没有公共墓地了 就埋在这个房子的左右两侧 是完完全全的私有制啊 有的比如说一个家 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 他学账品多了要命 边上那户人家就很穷 可能是一个成年人的学账品都很少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个体小家庭的私有制已经非常非常的显著了 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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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分化啊 还有这种这种这种个体私有制的产生 是我们两组文化产文明产生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社会基础啊 是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 人群这个两组这个地区呢 大概也在五千一两百年吧 五千年吧 出现了两组古城吧 这个时候五千一百年时候人比较多起来了啊 那么不是我们这边原有聚落开支善业的结果 我们呢 从现在的研究认为 可能和类似像林家滩这些用域啊 这个这个用域这个用的比较 就是治愈水平很高的这拨人可能是有关联的 我们认为这些人裹挟了其他的一些人啊 进入了这个地区 就跟我们现在像建雄安啊 或者是开发深圳啊 不是说原来这个地方自然有多少发达 是外来的一些精英分子在这个地方啊 突然引荐出来的这么一个特别发达的地区 那么我们想的就是这个 漢湖平原不是很大吗 那为什么这个都役要选在这么一个位置 其实我们现在是这样 而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 我们不能下一个结论啊 说整个长三角地区是一个政治实体啊 就一个国家 它的首都就在这个梁祖这里啊 那可能这个士敦啊 或者是福泉山啊 那些会不会是他类似于像次一级的第二级聚落啊 就比如说啊 这样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定啊 它到底是若干个具有统一信仰的不同的这种小国啊 两组可能是特别发达的一个啊 但是呢 的的确确啊 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考古发现来说呢 两组的的确确在长三角里面呢 它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地区啊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它要建设这么一个 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么一个都役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可能跟资源交通和观念呢 都是密切相关的哈 那比如说我们说虽然很偏啊 呃 你要建立一个都役呢 那有很多人肯定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 那么这些人的口粮 你是要解决的口粮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在平原上面啊 你一定要在平原上面的哈 哎 就是呢 你要养活这么多人嘛 你要在平原上面 另外呢 两组这个社会呢 它的这个组织啊 那个社会组织就是 因为我们四面八方很多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汇聚到了这个长三角平原 彼此之间没有天然的地貌的组合 原来大家在一个山谷里面 可能我们用血缘关系组织 我们另外一个人啊 另外一些血缘组织在另外的山谷里面 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剧烈的矛盾啊 好 到了平原地方是没有阻隔的啊 大家开发一个新世界一样 抢地盘抢水 好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 对开出松泽 刚刚搬到这个时候是肯定是很乱的 我们也可以考古上发现一些迹象啊 非常乱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从社会经济运转效率的角度 他一定就会有这些英雄人 大什么样的这样的人啊 或者是美国建国的时候 你那些啊 制定这个宪法的那些人 他觉得这样不行 我们需要有一个规则啊 免得大家打来打去内耗了啊 可以建设一种统一的一种制度啊 建立一种统一的信仰 让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减少彼此之间的争斗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两种人现在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呢 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时候就非常明确的建立了一神教 就是我们知道神人寿命像代表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从整个两种文化峰区区江苏上海浙江啊 以及从两种最早的五千年五千多年开始一直到四千三百年 这个像就没有变过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稳定的这种一神教 那么肯定是有助于这个阶段的这个 各个不同血缘来源的人的这些关系的重新的一个组织 是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两种这个社会除了这个玉器除了用于宗教以外呢 它其实还是可以区分你不同的身份 它有社会权利的 有世俗权利的 都可以用玉器来这个 那么所以呢 因为它有这些宗教的和世俗权利的需要 它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可以物化这种秩序 物化这种信仰 对不对 那选了什么东西 玉框 玉其实就透闪食欲了 原来跟之前什么这个玛瑙啊 跟其他的这个美食都属于一个级别的 但是到了五千五百年以后 其他都淘汰掉了 就光选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稀罕的 所以你只要垄断了这个玉框 你可能就垄断了这种社会权利 就垄断了这个宗教 所以玉框很重要的 这个是跟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一种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整个浙江地区 什么地方可能有呢 整个浙南全是山 不具备玉的城况条件了 真正具备玉的城况条件 根据我们地质学上的研究 就在我们梁祖西北边 跟江苏安徽交接的 那很小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 然后我们最近去调查 而的的确确发现了这个玉 叫叫矿化的这种点 没有 目前还没有开始做系统的调查 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要跟江浙户的学者一起去做了 但是那个地方的的确确发现了玉框 所以梁祖能选择这里跟这个玉框关系很大的 那么另外呢 就沼泽平原呢 你提供了这个渔烈和方便的交通 我们叫水网非常密集的 就是梁祖所在的这个梁祖古城所在这个地方叫平遥镇 它不是梁祖镇 平遥镇为什么会发达 是以前就是宋代的时候 招摇 招摇的地方 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前提条件 就是这个地方你的产品要非常方便的运出去 所以这边是几个码头汇集的地方 平遥是个很大的码头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 所以这个交通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呢 你当时那个阶段呢 你这个还提供了这个 就当时的这个木材食材这些东西 是主要的建材 你主要的这个工具 这些东西山上都有 平遥里面不太有 山上这些有 所以梁祖古城就选择这种过渡地带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梁祖要选择这里的原因 就是东边太湖是中国最大的盗密产地 西边有一块 西南边有一些特殊的材料 然后有很多木头 只有在这个几百米的山上才有 所以这些条件都在这个地方有 所以他一定会选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从微观一点的角度呢 梁祖古城 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一座山了 那你建设工程量小很多 他还没有 他选了三座山之间的等距的位置 东边是开放的 往太湖去了 那么这样呢 可以保证这种安全了 他在这个C区 他其实如果只有水路上安全 北边西边南边都不会有人来 东边太湖防着就行了 所以呢 他 他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另外呢 他的的确确 他的微观呢 他在这个三个小山之间 选一个建这里呢 他是有一种居中的概念的 这个是有关键性的选择 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啊 梁祖古城不是原来在建小村子的时候 都弄过很多小墩子吗 所以堆墩是他们的这个 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种工艺 对不对 那怎么堆呢 那你建一个都城怎么样 都城无非是你小墩子 给他放大一万倍嘛 好 然后就变成一个理性的一个东西了嘛 所以他就用这个堆墩的方式 堆了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墩 两种古城 所以方式是一样的 他们是有技术准备的 我们前面说的话好又好 样样都好 你看看 在所有的有利因素 各种资源等等 位置等等 这个地方有没有不好的 他有不好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季风区 西部的山地 就是出去跨那地方 就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 年降水量呢 比现在还要高一点 大概是到1600到1800 而且最大的麻烦呢 就是他还降水啊 还是非常不均匀的了 就是雨季的时候呢 就要山洪爆发 一年里面的降水量可能三分之二 那一个月就下完了 那就是洪灾 旱季他还断流 那么我们现在的旱的问题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旱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和自来水 农田灌溉有蹦站 对不对 没有问题 交通是有轮式交通 有汽车的呀 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他没有轮式交通的 他一定要走水路的 如果他下半年 旱的时候 如果梁祖城周边这些核道运输中断的话 这个城就崩溃了 他城里有一两万人了 这个完全不能自己自主的 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 那这些人肯定就崩溃了 对这个问题 他一定要把它解决掉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降水的等比性 那就在我们的上游 就是这个1800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就梁祖古城的位置 所以梁祖城解决方案就是 我在西边和北边的山里 我建个水库 人家一组水库 那么下雨的时候 我把这个洪水蓄在那里 然后洪灾没了吧 然后等到下半年没水的时候 我就开始放手 那么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要建梁祖古城 这么多大木头都要从山上运下来的 按照就是按照现在的状态 如果不用轮式交通 这些木头运不下来的 直径有六七十一米 弹度是六七米 根本运不动 所有的木头都是从水路的 因为他建了水库以后 你可以比如说到这个地方 砍一棵树 你可以飘 飘到这个坝 只要翻一次坝 他这个高坝翻下来 他堤坝水面已经抵到他下面了 然后就又飘 飘到这里 再翻一次坝 就平了 然后这个水路就运到沉了 那所有梁祖大木头 全是这样运 这个也为梁祖古城的建设 解决了一个交通的问题 也资源运输的问题 那么梁祖人 他其实水坝还蛮复杂的了 他除了这个坝本身 他还有一红道的 如果没有一红道 水越来越满 最后漫过坝 这个土坝就垮了 那梁祖人是有用到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是坝了 这个地方也是坝了 被这个铁路给切掉 被一个公路切掉 这里也是坝 然后这里也是坝 他这里找了一个石头山谷 比你这三个坝低一米 当水面越来越满 满到距离坝顶一米的时候 他从这里漏走 保险室就熔断 每一个坝都有这种东西 所以两组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这个是坝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个坝 然后这边有一座山 这边有一座更远的山 它那个一红道在这两座山之间的安部 它的高度比这个坝顶低一米 所以两座山是有设计的 那么它这个水利系统 其实水坝的库容不能算坝高 你要算这个一红道的那个底标高的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库区面积 它差不多是14平方公里 库容4600万立方米 按照今天的这个水利系统的评级 就是有什么大型水库小型水库 这属于中型水库 两组属于中型水库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它的水量相当于三个西湖 另外我们再讲一讲这个 就是两组古城内部的这些功能设计 它最主要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城墙分野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最近呢 做最近这两年 做过一些比较多的科技考古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人的 这个同位数的DNA的分析 术骨头的那个丝同位数的分析 另外呢 还做了这个人骨的这个 碳氮同位数和这个养同位数 做了这个 城内的那个 当处区的那个刀骨的那个DNA分析 DNA分析 那最终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是 这个城里面呢 大概人口大概有一万多 有一万多人吧 我们按照人均遗址面积算的话 他有一万多 这些人里边没有农民 没有农民 那么他们的这个人呢 据DNA分析 可能有跨文跨区的人待在这里 据说好像DNA分析显示呢 有这个山东地区 有本地的 但是也有好像有山东地区 那么蛮远的呢 另外那个碳氮同位数的发现 大部分的人吃大米的这个很容易理解 有吃小米的若干个体 那养童位数显示 这些人可能还中原来 感激来 还蛮远的 就跨文化区 梁德文化肯定到不了那里的 他有跨文化区的 然后呢 说是这个猪骨头呢 有本地的 大概有三个产地 有本地的两个 还有一个可能是嘉兴那边 好远的一个地方 这个稻谷 稻米 就梁仓里面的那个稻谷呢 DNA分析说是有六组 有六组 有六个不同的地方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偏向鲜米一点的 有些是这种偏向精米一点的 就是就是梗米嘛 碗米嘛 他还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自己是不动的 然后我们非常彻底的明确的 我们把所有地方都钻过了 在外国城之内 七八平方公里 完全没有水稻田的 但是他的粮食 有七八个粮仓 然后呢 他的粮食还有很多的来源 说明这个就跟现代城市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天南地北的人 不得好聚在一个城市吗 然后呢 你这个里面一个农民都没有的 是从事这种手工业啊 或者是宗教的人士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职业 就是没有农民的 没有自己自主的可能性啊 所以呢 他这个就跟我们现代城市挺像的 所以我们一般 你说现在 你比如说找个五年前 你能想象吗 其实你无法想象 但是现在客观的分析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不要觉得五千年前的人 他的水平就这个水平 你想想吧 我们稍微晚一点 春秋战国吧 你这个 李斯啊 韩非啊 这些人他不都可以到咸阳去吗 对不对啊 你吴子旭可以从楚国跑到吴国去 对不对 孔子还可以作用列国来 所以其实有可能啊 在梁祖那个时代 的的确确是有很多人跨文化的移动 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梁祖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那么从这个聚落结构 聚落结构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啊 梁祖古城 这个内城呢 其实其实是一个圆角 几乎是一个圆形的了 然后呢 他每边有两个水门 这个水门呢 都连着河内的干道 那么呢 这样每边两个呢 他有八个嘛 最后连着河内的干道 他就构成一个紧致性 那个紧致性最中心的那块 当然是比较大一点的那块呢 其实就是宫殿区 王林区和仓储区 最中心的那块 就是紧致性的九宫阁里面 最中心的那块 边上就是各种各样的作坊 然后呢 外面是城墙 在外面是外国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种三重结构啊 是宫殿内城外国三重结构 然后呢 整个城里没有特别明显的道路系统 基本上都是水路系统 跟我们这个威尼斯是的吧 跟后面的威尼斯是的 其实呢 在南方的这个城市里面 有很多啊 你比如说这个后来的那个苏宗 宋代叫平江府嘛 平江府他曾经做过造构啊 宋高宗造构的行载 就是一个行宫嘛 那个地方的结构 城里全是河 有三百多个桥 路是没有名字的 只有桥有名字的 而城里的那个格局 全是用水网来格的 这个跟梁祖这种模式是一样的 梁祖古城城里的这个水路有35公里长 除了干河以外还有很多河岔 整个就分成了很多小块啊 实际上这个跟后来的苏宗其实也挺强啊 那大的格局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三重结构吧 从从最里边的是最高的海拔 然后往内城 然后往外城高度足及降低的啊 建筑的考究程度也足及降低 是这样 呼员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宫殿区呢 反正大家都有所了解啊 就墨角山啊 堆了一个大台子 30万坪子最大的单体建筑 以往就认为这个台子就是个 就是个城了啊 现在发现不是 它就是里面宫殿区的一个 一个宫殿区的一部分啊 然后呢 它有三个台子啊 大小 大小墨角山和乌龟山 然后中间一个巨大的一个沙土王 呼员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现在我们其实看这个 并没有明确的中轴对称啊 我们其实不太看得出 它有中轴对称啊 然后呢 我们在河里面的河道里面啊 我们现在 两组的这些宫殿区呢 因为后来的破坏吧 这个房子的这个格局都不太清楚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在河道 就两组宫殿边上河道里面挖出了这个 当时有两根没有 有两三根吧 没有用掉的柱网 就可以知道这个 当时的这个灰红啊 这个这个当时的柱网啊 圆的可能是柱子 横木 方木可能就是它的梁啊 实际上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体量啊 这个长度有16几米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城里 发现了这个返山大墓 对不对 后期啊 你像清代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王墓都埋到城外去 但是两组的时候 这个王墓就埋在这个宫殿区 就是墨角山的边上了 反正就在墨角山边上啊 我们就可以联想到 两组的小巨落啊 平原上的那些小巨落 它其实不是那个墓就埋在屋子两边吗 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无非就是考究一点 单独堆了个盾子啊 另外呢 它一个桌坊区 我们为什么知道桌坊区呢 是因为我们挖了东边的景致形 东边的这一树啊 这条干河 叫中江港挖了一公里啊 那么这个里面出土的呢 就是东边啊 其实大量的这个各种手工业的废弃物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这个底下啊 就是这个 湖下边的这个河 有户岸的这边呢 是对着宫殿区的 我们这个这个图上面是东部啊 东部就是桌坊区 老百姓相同一条河在宫殿区边上 它是有户岸的啊 有木桩和席子啊 老百姓这边是没有的啊 就是桌坊区这边没有的 连一条这种河岸的处理都会显示出等级性啊 然后呢 这个河岸里边发掘出来的这些遗物呢 都是跟治愈啊 跟制作栖木器啊 跟制作骨器相关啊 跟制作石器相关的啊 反正就没有农民啊 没有农具啊 另外呢 这么多人口 你肯定是要有一个仓储嘛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不动地 而我们发现在墨角山南部啊 一个半岛地区呢 有面积超过了这个 呃 1万平方米这个区域 都是 一种一种 火烧完的一种碳灰了 那平均厚度大概有60厘米 它的总量 我们计算过超过20万公斤啊 超过20万公斤的总量啊 我们之前曾经公布过 最开出公布的时候 只有20万四斤 就10万公斤 后来发现其实 另外有些硬化的地方 全部接完以后 它的总量就是20万公斤 19.7万公斤啊 那就是这样 这是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啊 另外还有几个 比它小一点的 嗯 两厂 嗯 嗯 然后就这个位置啊 它是有设计的啊 一个大的弓箭区 离周边的河 高度已经很高了 这个地方 嗯 从地面上堆了16米啊 16米 你上面那些建筑 如果着火了 或者怎么样 你从底下的那个河道搬上去 那就麻烦了啊 所以呢 它实际上呢 在这个宫殿区的南边 它就建了一个池院 就 一个比较高海 把它它堵了一个 有一个池院 就有水的啊 另外在这个水的中间啊 像半岛一样位置啊 放了粮仓啊 那比如说 然后这样这个蓝颜色的是水 然后它在中间这个位置放粮仓 它这个粮仓就这个啊 像弹道一样就在这里 那么也就是说方便粮食运过来 另外呢 也可以防止失火啊 它可以跟厨房啊 跟跟居住房子的照明的那些 都距离远一点 它把这个粮仓放到水里面 跟现在的苗族 遗族很多 洞在里面的那个 粮仓布局是一样的 就放在水里面啊 所以就这是这么布局的 另外呢 在外面不就内层吧 内层底下呢 铺了石块啊 代表了一种很先进的 一种耗石挤鱼的一种工地啊 在外面呢 就外锅 外锅上面也有人住的啊 内层上面也有人住的啊 然后呢 远一点吧 可能还有类似于像 观像相关的这些遗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历史性研究表明啊 梁祖古城的建设顺序呢 它这个水利系统和宫殿和反山亡灵 它的建造年代 是照于5000年前的啊 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顺序 忘了说了 遥山的年代啊 就是我们遥山祭坛的 那个墓葬的那个年代 是要早于5000年的 那个时候并没有梁祖古城啊 梁祖古城 它就应该是5000年的时候 水利系统供电和王林一起建的 那么那个时候没有城墙的 然后过了几百年 过了三两百两百来年 可能目前的这个测年数据 大概是这样的啊 但是城墙的年代比较少啊 只有一个啊 大概是4800年 外国可能更晚 所以它这个 我们今天看见一个 所谓的结构完整的梁祖古城 它是一朝历代 综合建设以后 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样貌 它是有建设顺序的 是有建设顺序的 那么这种所谓的百年大计啊 它的这个一张蓝图绘到底啊 那么它的这个视野啊 这个建造技术啊 都是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梁祖古遗址呢 这个后来呢 就19年6月6号 就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 那它这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呢 它世界文化遗产有六个标准啊 你弄其中的一条 除了第六条以外 你只要满足它任何一条 你就可以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 那么基于各种的考量啊 后来呢 两组其实大概符合其中的四条 五条都可以 但是呢 生疑无非就是一个硬试了 硬试的话呢 你这个你每多列一条 你需要写的理由就会越多啊 那么既然一条就够了呢 我们两组其实选两条 一条呢 就是可以作为长江流域出现的啊 区域性早期国家提出特殊例 这个实际上就是以稻作啊 的一种早期国家啊 以稻作农业形式的一种早期国家 那么之前呢 你那些都是卖作的早期国家啊 玉米的早期国家啊 那这个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国家 那么丰富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边 这种早期文明的这个类型啊 而是这个角度取生意义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平原上面 实地营成啊 去建一个早期的这个水上的这个都市 以及它反映的理念啊 技术啊 等等等等啊 是这么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是怎么样在实地上建两组古城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么就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认识 当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八十多年的过程啊 那么大致呢 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最早的遗志典时代啊 那就施星庚那个年代开始的遗志典时代 后来呢 到王敏达先生他们提出的那个遗志群的时代啊 最后到都于考古的阶段 以及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国的考古的阶段啊 嗯 那实际上呢 施星庚就是他发现的呢 按照今天看起来都是郊区聚落 他而且发现在东边的梁祖镇那个位置啊 发现在东边梁祖镇那个位置啊 这个白点就他发现的那些点啊 他到了梁祖古城 但他不认识 那当然不认识啊 因为那个时候谁都不知道这里有个超级都市啊 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啊 施星庚这个人呢 还稍微介绍一下 施星庚这个人啊 他这本书啊 写是胖战烽火中出版的 写了一个卷手语 特别感人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经常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各种文艺节目里面看到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灭狼的啊 因为我们有这么悠久的文化等等等等啊 所以这个这个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施星庚写了这本书以后第二年就去世了啊 就出版了这本书以后第二年去世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施星庚的那本书上呢 曾经有一张照片是他和董作斌两个人啊 然后呢 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是谁拍的呢 梁思勇拍的 因为这个江南地区有了这个发现以后呢 董作斌和梁思勇在抗战之前啊 在37年之前 曾经去过这里啊 大概是三六年的 忘了 反正他们去过这里 然后呢 理论上呢 你你这个董作斌梁思勇都是跑步界 卡啦 你施星庚是一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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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刚刚从地址转过来的这么个新人啊 那么他肯定对这两位先生肯定很敬重 但是这张照片啊 我们知道他们只见过这一次面啊 然后呢就只有一张照片 那么这个是谁拍的 施星庚啥都会干 他就不会拍到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拍照的人就梁思勇 梁思勇从哈佛回来他会拍照的啊 然后据说拍照水平挺好的啊 所以我们怀疑就就就梁思勇拍了 那么在我们考古百年的纪念人物里面 反正有头像的大概就这么几个啊 那这三个人都在啊 那施星庚肯定是这所有人里面文凭最低的一个 文凭最低的一个 大概相当于高中中专的水準啊 所以因为他发现了梁思勇 梁思勇 梁思勇 就是那么从这个啊 从施星庚以后呢 一度啊 梁思勇考古呢 比较暗淡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我们啊 86年发现的开始扭转局面了啊 然后呢 摇三啊 墨角三啊 这些重大发现就源源不断啊 源源不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发现了反三以后呢 王敏达先生就提出了一个两组正常 画这个就是两组一致群了 两组一致群 他觉得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一致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他觉得要画这么一个圈啊 是一个比较 功能比较模糊的 隐隐约约的一种 一致考古的概念已经形成了啊 已经形成了 是1986年 然后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发现了这个梁思勇 然后呢 这个 09年的时候呢 我们很意外的用这个数字高层模型啊 发现了这个外锅层 然后呢 09年的时候呢 发现了高霸系统 然后11年呢 用这个摇杆影像啊 美国摇杆影像的发现了这个 低霸系统啊 然后呢 就就 这个框架就建立了啊 当然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外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其他霸 但是19年生意的时候 因为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所以当时提供的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两组啊 这么多年的发现啊 经历了这么多年发现 其实很多都是名为什么 什么十大发现啊 什么天涯口奖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地区啊 渔航区可能是全国 得到全国十大发现最多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区域嘛 然后去整体生意是 梁祖古城啊 高霸和低霸 然后和摇山 这么一个去生意的 那么经历了这么一个区域以后 其实我们现在的视野 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100平方公里嘛 那个生意的缓冲区 加上去100平方公里 那么我们其实是把整个C型区域呢 当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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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的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开展了我们最新的一些考虑工作和调查 那么水利系统呢 它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西边 就除了这11条以外 西边南边 还有这些地方 其实都发现了水坝 都发现了水坝的啊 那么然后呢 对这些具体的年代做了一些分析啊 然后呢 我们最大发现其实是在唐山的北边 我们其实水利系统呢 现在对它的作用呢 只是一个定性的 具体从哪儿 接应从哪儿出这些都还不太清楚 这因为我们其实发现 像唐山的北边 你明显还有一事的 那么最近这两年呢 我们就突击做了这些调查工作 突击做了这些调查工作 那比如说唐山北边 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类似于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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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都是吧 这些都是吧 那么我们前段时间公布了 我们的最新发现 就包括这个区域的吧 就这一些啊 黄颜色的是侧年已经 对黄颜色的是侧年已经侧的 就跟其他的坝是一样的 跟其他水调一样的 盾下的有一些水利水坝呢 被硬化掉了 有一些呢 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个侧年的样本 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工作 大致的情形不太会有意外 另外呢 我们在东北边 遥山那个地方 因为遥山原来只发现了 它这个祭坛和墓葬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它实际上可能 出边是不是也有 类似于一些其他结构 比如说南边有骨骼道 北边是不是也有像墙一样的东西 这个留在我们进一步探索吧 反正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线索 我们在那挖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发现 其实遥山并不仅仅是 祭坛的这么个位置 那你看看北边有个台子 南边有个山 它是轴线分布的 轴线分布的 然后呢 它的生活区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有 在南边也有 那么这个结构呢 就是仪式空间位于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生活空间位于比较低的地方 围绕着它 这东西跟什么类似 像林家滩什么都挺像 然后呢 我们发现南边有个叫梁祖镇 就私心跟德以命名 发现了那个梁祖镇 好像也不是几个点的遗址 然后我发现 这个山顶上有个驯山 群子 据说群子在这里讲学过的 说这个山顶上 你还是可以看见 这明明不知有一个围墙吗 这不像一个小城吗 然后呢 这个地方因为破坏特别严重 现代的城镇压在上面 所以就 留待于未来进一步工作 然后呢 到南边感觉也像一个城墙吧 还有拐角的 然后呢 这西边还有一水坝 所以它其实可能也有蛮复杂的聚落结构 这个留待我们继续研究 那么总体而言呢 就说我们这个大树待放 也就是说像你 比如说像北村 像摇山 好不好 观景头 这些地方 它的这个 你看看这些聚落 就是蓝点点 都是这个梁祖早期的 就是5000年之前的聚落 反正它其实都是为这种山上啊 或者是山坡啊 就比较高的地方 这几个有圈圈的 是重要一点的椅子 重要一点椅子 你也发现 这些椅子吧 好像都是各自依据 自然山体进了小规模的改造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C型区 这个大区的统一 那么我们现在的研究呢 我们现在的研究 就是发现这个每个山谷 其实它在5000年的时候 都有巨大的变化 聚落在5000年有巨大的变化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北冰 这两个山谷 45年的时候 这个是美军军事侦察的影像 它里面 你明显看见有一条坝 而且里面是没有水的 就这个坝已经破坏掉了 水漏掉了 里面是水稻田 然后呢 46年也是的 也是这样的 然后到1954年也是这样的 就里面都是水稻田 但是到了这个六几年 就变成水库了 我们原来去查档案的时候 比如说现代水库 我们都去查一下 它会告诉你 我是一个1961年造的 你就不会去找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梁柱地区 很多所谓的 现在已经被水泥硬化的水坝 很有可能的 有古代的水坝被它包在底下 因为有几条坝 虽然被水泥浇了 我们在边上钻了一下 发现它就梁柱 所以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最近就在这个水坝里面 一部分以及相关的高台 做了一些发掘 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 反正就是这些水坝 它可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 以前我们唐山的功能是说不清楚的 这个5.5公里长的一条 我们其实它的作用说不太清楚 所以都规避的 不怎么说的 后来发现 比如说你东边的这个地方 可能有什么吸水东调的功能 有非常复杂的功能 遥感的显示 我们最近根据我们新发现的水坝以后 我们又对这个地区做了一些分析 它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唐山这个所谓的唐山长堤 它原来认为是一条 它其实不是 它是被大泽山向南延续的多条长笼 分个形成多个独立的小水文区 组合成极为复杂的水管理系统 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变化 然后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山上的那些坝 那可能属于最高的 以及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坝 然后唐山本身应该是属于一个中坝的 然后它下面应该还有库区的 它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结构 就是我刚才说过了 早期的都是依托于这种自然的小山 没有一个C型区统一规划的 那么相当于是多中心的 可能是闪点式的 是这么一个东西 虽然这些里边有特别高等的聚落 但是你那个聚落你也没有 以区域统一中心来建 而是因为你建完以后 你可能发展的特别好 你显得特别重要 特别比别人特别高级 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状态等到了5000年 等这些人5000年开始建墨角山 建返山然后的时候 周边所有的山口都是建了为这个中心服务的这个水坝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并且伴随着这样的变化 后来就是这个 后来的内层外层 伴随着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我们早一点的像姚山那种都是女性权利 比较高级的 然后崇拜什么龙形龙形的这个形象 到了这个阶段 是男性威权成立了 就是男性才占据社会的主要权力了 然后呢 是统一的神人受灭的一神教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另外呢 从技术的角度呢 我们最近这些年呢 因为我们不是老是在这个梁祖这边找水坝 然后呢 我们原来呢 都是安部就班的一个一个座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水坝很多 然后我们最近两年 重点发展了一种快速调查的方法 快速调查方法呢 本质上呢 它最开出前面是用影像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用GIS的 用摇杆的 最后呢 你先把它预判 然后做一些水门分析 在那个地方可能有 然后呢 去勘探 因为那个水利系统判探是比较难的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桃片的 那么它有哪种土 哪种形态的结构 它才是人工的 有一些特别的判定方法 最后呢 你去考考发展 最后做系统分析 所以我们其实建立了一种 比较快速的一种方法 那然后呢 除了两组这个绿颜色的 其实就两组一组 我们除了这个区域以外 我们用这种方法 对周边区域 就比如说北边的就是德青 那就是湖州地区 西边的是什么晋山 这些其他地方吧 以及对绍兴地区 越国水利的调查 我们做了这个一些试点吧 而现在的效果其实挺好的 我们明年会开始 做浙江省全境的 这种水利系统的专项调查 我们认为可能会对 我们的这个水利考古 产生一种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呢 其实是个水利大国 中华文明们成为水利文明 但是类似于像这种 远离聚落本体的 山里面的上游的这种 单堂碑堂类的外围水利 是已经很少发现的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遗址的边界 并且这些水利实施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我们长江流域 很大的这个聚落格局 那么开展相关的专项研究 我们认为对提高我国水利考古 是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的 下面就是从我们这个区的角度 讲一讲我们的水 和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关系 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两组的这个位置 靠山的 那么一路往东 就是这边 就是靠山的这种 过渡区的这个平原 然后这边是江南水网平原 然后就是滨海平原 大概是这么一个地貌上的变化 那么两组年代最终 它靠山的 那么这些都是山堂水库 而且山堂水库像两组这样 即使是认为是很大的 它也无非就是控制了一个小流域 两组没有这个坝 这个城市建不起来 所以是因坝而成 但是它只能进入一个古国水平的一个文明 也就是说山堂水坝 水坝是和这个古国文明发展水平相应 我们往东边一点 我们往东边一点 有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 后来隋唐大运河的起点 反正都是从南边走的 但实际上春秋时候 相当于王朝 对 就是王朝时期的后端 那个已经开了寒沟了 后来到帝国时代的 这个隋唐运河 明清运河 那是王国时代开端 贯穿了整个帝国时代 那这个时候就厉害了 它已经贯穿了全国五大水系了 首都到哪里 运河就通到哪里 它把我们江南的这些粮食 往这个首都运 就原来隋唐运河的时候 是到洛阳去的 因为首都在西安 后来你到这个明清的时候 首都搬到北京去了 它就拉直了 就从山东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运河的走向 它也随着这个政治体制的变化 它是改变的 那么这个是属于经济的帝国命脉 大动脉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这个也是水利吧 另外在我们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个地方太湖边上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水利工程 就围 围是什么呢 就是在田边上或者是村子边上堆上 一堵泥塘了 水就满不进来了 这里面你水面可以比田高 可以比房子高都淹不进来 这是我们这个建的 这个地区建的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水利设施了 那么春秋立围 祝围说是战国立团 就唐鲁为田实际上现在是世界的灌溉遗产 世界灌溉遗产 再然后呢 再往滨海平原 那是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海棠了 海棠了 海棠呢 说是汉代开始住的 没有什么特传说是汉代开始住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吴越的潜流 就是这个 开始 这个榆林堂是已经发现了的 然后呢 后面的明清 这个海棠 最后变成了一个国家工程 变成国家工程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边 我们说的这四个东西 两组的这个三唐 世界文化遗产了 运河 世界文化遗产吧 对不对 然后那个唐木为田 是世界灌溉遗产 接下来浙江地区 比如说要去生移的话 这个海棠也是具有 可以排在非常非常前面 所以如果说我们未来 这些都变成世界遗产的话 所有的都是和水利相关的 都是和水利相关 就是从我们5500年 进入江南开发模式之后 本地区就从山路平原 水网平原 滨海平原 太湖沿岸的不同位置 先后开发出山塘水利 大运河 海塘 围田等大型水利系统 贯穿了整个古国 王朝 帝国时代 表现了江南人民 创新智慧 勤劳坚守 与多变的自然和谐相处 又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由此开创了最美好的江南 延续至今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一方水土一方人 其实我们这个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 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东南地区其实是首屈一指 然后你想这种数字经济 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创新的东西 在这个我们江泽部地区呢 其实是一直都是比较发达的 比较发达的 那么可能也和我们的祖先 在这个地区的这种行为 造就了我们这种干在实处 走在前途 永历朝头的精神 我觉得可能都是有相关的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历史对于现代 它是有巨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非常大的营业 谢谢大家 感谢非常感谢王林远研究员 王林远研究员从梁祖古城的考古 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 几十年的时间的发展脉络 然后从梁祖的文化文明 古国一直到水利设施的这些工作 王林远先生呢 对水利设施的一些想法 剖析的非常的深刻 我们大家受益匪浅 多谢多谢 王老师 你能不能看到 有听众留言 你能看到吗 我看到 我看到了 对对对 我就一次回答一下 对 好的 对对 好的 有一个叫汉白玉的听众说 一千年前浙江上山文化 就已经驯化水到了 对 这个不是个问题 对对 是的 就是我们我们现在 这个上山的遗址呢 发现都有快二十个了 二十来个吧 反正就是这个 基本上都能发发发发现 这个倒作的这个痕迹啊 另外呢 我们现在有个别遗址呢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线索 我们现在在努力找那个八九千年的水稻田 另外呢 就说 哦 分体实力有没有示意图啊 我这个里边是没有 分体实力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三个东西嘛 一个梨的尖 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梨尖 然后左右两边呢 有两个梨翼嘛 其实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个床 有一个类似于 跟这样子差不多的 有一个类似于像 船型的 就像独步舟的一个头像的 一个梨床 然后呢 你这个三片单体的这个石梨啊 三片单体的石梨呢 是可以放在这个梨床上面 然后呢 这个石梨的梨片呢 它是有孔的啊 它是有孔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吧 大概是个啥意思 嗯 好 那就是我们左边这个分体实力啊 它其实这个底下呢 应该有一个梨床是木头做的啊 一一块木板啊 反正比较厚的一块木板 然后呢 你你中间这个位置呢 它可能有一个病的 就是我们我们用手推的那个病啊 它然后呢 这个石梨上面呢 上面不是都有孔吗 这个呢 你可以拿木针子 把它钉在那个上面啊 然后呢 你上面可以盖上一块板 就是相当于 它有一个 相当于上 底下是木头 上面也是木头 中间夹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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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梨啊 分体石梨 然后这个孔呢 是给你打消去固定的 固定完以后呢 你你把那个木上面 因为有病吧 比如说用人推 或者用什么东西拉啊 你往前推去的时候呢 这个它就可以把土翻掉了 因为你上面盖的那个木板呢 你还可以做成一个三角 截面做成三角形的 这样土呢 就比方便翻出去啊 那在我们有一个庄桥坟椅子 你去查一下 有一个叫庄桥坟椅子 它挖了一个六七十公分长的一个一个石梨 但是顶盖没有了 底部和这个分体的石梨 梨片还在呢 这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这个石梨大概就是这么样子 无非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又没有证据 正是当时这个梨是用人拉的 还是用这个牛拉的 因为我们做过实验的结果 是这个石梨呢 用人拉呢 三个人拉起来很累 很累 几乎不太行 那么当时牛是有的 但是一般现在的动物考古学 认为那个牛是叫圣水牛 现在绝种的一种一种水牛 认为主要可能是拿来肉食的 但是呢 他发现了这么大的梨滑的话 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动呢 这个是我们还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 梨是很多的 梨是很多的 然后右边这个呢 它就是单体的 右边右边就单体了 单体呢 它可能这个这个 你翻出来土的量呢 没有这个分体石力这么大 但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工具 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叫希拉木伦 他问说 梨祖的衰弱是因为海青吗 衰弱后的梨祖人去了哪里 是这样的 我们原来 老早的时候呢 认为梨祖肯定是被海青 这个这个 是因为海青而消亡的 是因为在我们梨祖遗址之上 普遍有一层黄粉土 对层黄粉土明显是从海里来的 然后呢分成很多层的 但是呢最近的环境研究啊 大概年代学研究表明 这一层呢 这个它的年代呢 有可能就四千年不到 三千七八百年 或者继续再往后啊 那么梨祖的梨祖国家实体的消亡 应该是在四千三百年左右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个年代呃这个次曾经被海青过啊 但是这个海青的年代跟梨祖肖王差了好几百年 可能不是直接的原因 但是最近啊这个呃 环境学的研究啊呃这个莫多文老师啊 王彰华老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得出一个结论 那么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呢 在梨祖宛期的时候呢 水患是比较严重的啊 这个水患不是海潮上来 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洪水下不去啊 那么梨祖宛期环境已经逐渐变化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没有没有海塘的 因为遇到这个台风的时候呢 有风暴潮 有的时候呢 它会影响过来的 那么所以就说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环境呢 就相对来说没有梨祖早中期这么好 那么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又是单一的盗作农业经济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 所以它如果农业这个呃 减产的话呢 它无法维持这么大的人口 那么所以呢就慢慢的这个就就不行了 后来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人就没有了 你到了后来的类似于像前三样时期 这地方还有人的 但是人已经很少了 然后也不负那个都城的那种 辉红景象 人有的 但是整个水平好像蛮低了 人少了很多 那么这些人呢 肯定有一部分进入中原了 往北去往哪去啊 另外呢 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往南边啊 进入的这个我们南边的山地啊 成为百岳族的一些先祖吧 反正这个是大致是现在的认识啊 啊啊 还有一位同学啊 这个豆芽啊 他说是请问老师对梁祖古城悬子 不在中心的原因是什么啊 那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你维持一个社会除了这个昌陵师啊 你还要知礼节对不对 梁祖这个社会 他是靠这种宗教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一种一种一种啊 宗教或者是一种 党籍制吧 来规范这个社会的啊 规范不同血统的人群的 那么 他现在这个地方可能和育矿啊 有巨大的关系 你太湖平原最地理中心在苏州 苏州那里山比较少 然后没有育矿 所以他可能不太具备资源条件吧 可能不太具备像我们这个梁祖地区这么好啊 所以他就选在这里啊 这个 就是梁祖古人的主体人群 估计是当地原住民还是外来人 对梁祖人群是否有经研究成果啊 梁祖的这个社会分成是怎么样的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相信啊 因为梁祖原来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梁祖原来这个地方在整体 就比如说松泽时期或者马甲帮时期 整体发掘水平是相当之低的 那比起来跟林家滩大差远了 那么这个 到这个时候忽然就是 到了梁祖古城这样的一个高峰 他肯定是外边的一些精英分子 携带了先进的技术理念啊 到了这里科学到了这里 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认为 你当然原住民也还在这里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挖的一北村遗址 他那贵族吧 头都朝南的 那个墓葬头全部朝南的 贵族专门有个居住区的 哎 穷人就住在边上啊 平民住在边上 然后呢 他头朝南朝北都有的 我们怀疑这就是不同人群的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认为呢 你说整体的建设 当然是这个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有的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外来的一些精英分子 对这个地方的建设 起到的作用会更加大一点 就好比是我们去见深圳一样的 你说原住民那些人 当然又做出贡献了 但是可能更多的人 还是在那里租房子 那这个肯定还是外部的一个力量 更大一点 就是我们 对于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两组的这个人群 当然是很关注DNA的研究 但是呢 比较糟糕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和很早和这个 傅巧妹研究员的团队 我们就有过协议的 我们不但把两组的 所有的能测的人骨头都拿去测了 然后还把其他省里 所有的河姆渡啊 马家邦啊 什么什么其他遗址的 这个人骨头 能做DNA的都拿去了 但是做来做去 就做出了两组河道里面的 做出了三个 大概总共有30多个 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古交园不太好 提大概保存状况不太好 这个就做出了三个 两个半 它还是比较少 这个我看看 两组生意成功 是否看重新定立了文明的要素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可以的 其实呢 我们因为在生意过程中 我们和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学者 有一些交流 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 这些国际上的学者 他对于这个文明的标准 甚至没有我们自己 国内的一些学者 这么纠结 好像缺一不可 他们甚至说 你像两组这样的东西 你符合两个标准的 当然也是文明了 所以现在并不一定 军军标准是什么 只要你有确准的证据 他进入了国家状态 超越了部落的 那个部族联盟的那个水平 他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一个 一个比较切身的一个感受 其实国际上并没有很多人 非常拘泥于之前提出的几个标准 非常硬 这么僵化 没有 他们倒还是比较的激动 两组和时贸有关系吗 因为年代差太多 两组和时贸年代差太多 当然有一些预期 我们在时贸遗志里发现了 也有 那么可能两组的这一些文化的因素 辗转的可能到了这个时贸那里 因为年代也不一样了 时贸兴起的时候 两组实体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有一些联系 但是不是直接的关联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前面还有几个小问题 我没看 我往前面看一看 往前面翻一下 对 好好的 我看看 嗯 嗯 哦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挺好的 这个李浦同学 他说这个 现在有没有研究出来 史前人民如何获取实验的问题 实验的问题 现在是考古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两组移植本身 我们现在在两组古城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比较难以获得 他用盐的这个考古学证据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宁波那边啊 就是大蟹岛啊 呃 他大概比两组略微晚一点点的 那个时候 他那个大蟹岛啊 他就是有食言的啊 就是有制言的啊 呃 然后我们最近在周三地区的一些其他椅子 反正大致相当于后两组时期的那个椅子里边 呃 我们也发现了其他的制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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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 实际上我们相信啊 通过我们未来的考古发现 我们应该是能找到这个两组人获取食言的一个方式 其实除了海以外 现在其实有的家庭地区有的河里面还有还有制言的啊 只不过那个年代 现在我们没有匹配到这个两组时代啊 呃 所以我们这个继续努力啊 我相信这个应该过几年就可以有比较大的突破啊 我我觉得两组人的言应该也还是从海里来作为一种比较主要的一种来源啊 啊 还有一个哈 吴顺文老师哈 他说这个两组水稻种植的起源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两组水稻的种植发展对长江中上游地区是如何影响的 是这样 而我们现在呢更早期的就比如说稻作起源的呃 在长江中下游各个点啊 各个点都发现了这种早期的这种万年啊 八九千年的这种这种这种跟水稻种植相关的嘛 呃 这个这个 其实呢 也就是说呃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啊 或者我们没有特别的明确的知道在长江流域的这些点到底是你点是发源 然后往某个地方传还是基本上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啊 大家不约而同的发发现啊 那不是很清楚了啊 呃 那么这个我们你说两组的水稻种植发展对长江中上游地区是如何影响的 这个也没有啊 我自己没有专门的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每个地方的环境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你长江中游啊 我们刘建国老师前段时间啊 呃 发现了一个就已经公布了的那个去嘉岭遗址的 它里面也有水利设施的啊 那么这个水利设施当然也是跟种水稻一样 但是那一些的地貌地形可能不一定和我们平原地区特别一样啊 可能它是有各自的适应于各自地区的啊 种植技术水管理技术等等等等吧 这个可能嗯 以后要继续关注啊 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嗯 嗯 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组符号研究的最新进展 哦 两组符号研究现在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认为啊 呃 两组呢 这么发达呢 它应该已经有文字了 从从逻辑上讲呢 我们也觉得它应该 或者是说我们认为它有文字 我们也觉得不意外啊 但是呢 现在考古学啊 和古文字学家对于两组这个符号是否是这个文字啊 我们的这个评价呢 略微有一些不一样啊 考古学家可能略微保守一点吧 嗯 那么我们认为呢 现在两组博物院的展览里面都称为原始符号啊 那么这个古文字学家呢 包括以前李学勤先生 他就直接用了假古文的试读方法啊 去试读过两组呃冠上面的文字啊 呃另外呢 也有些古文字学家认为那些就可以称之为文字 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发现的符号呢 公布的公布的呢 有六七六六百多个 实际上肯定过签了 肯定过签了 目前呢呃我们比较遗憾的就说我们没有在两组古城 也比如说像东都城啊 特别高级的一个宫殿区发现啊 呃这个两组人的文字材料啊 就比如说我们发现甲骨文发现的阴墟呢 那就是一个王家的档案啊 那个是代表当时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啊 我们现在呢 发现的这些符号呢 很多呢都是在一种很小很小的村子啊 像类似于很集中发现的 类似于贫固的庄桥坟一字 它就是一个醉醉基层的聚落 你这个醉醉基层的聚落 你的桃片上的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文字呢 我们也有点纠结啊 有点纠结 因为你哪怕是解放前这一村子啊 大概认识字的也就一两个秀才好 你大规模的出现这种 它是不是就是文字呢 所以我们有点纠结啊 那这个呢 我们只能期待啊 如果我们未来 我们有像殷墟一样的这个 考古发现的一个机遇啊 或者发现什么剪啦 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啦 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特别期待 有一个突破的一个领域啊 如果如果有发现了 我觉得那肯定 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啊 那目前是没有啊 目前我们的比较保守一点的说法是啊 两组已经具有这个原始文字啊 目前就是这么个认识 嗯 王老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再看看 哦 我我看一看 是这样的啊 有两个问题啊 两组的这个神人寿命像 很多人都做出过解读啊 有各种各样的啊 比如说李清卫老师啊 方向明老师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啊 刘斌啊 包括我自己 我们之前都做过一些 呃 分析吧 实际上呢 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觉得呢 他可能代表了两组人的一种宇宙观 好 我觉得大致是这样的 至于他具体的神人形象的 怎么变化呢 这个反正比较新的吧 李清卫老师和这个方向明老师 他都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解读啊 李清卫老师认为是一种人的一种 变 处于一种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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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啊 那么这个方向明老师认为 他基本上代表了一种 呃 这个这个 这个两组人的宇宙观啊 是一种宇宙观的一种表现啊 那么这些我觉得呃 最新的呃 这两位老师的观点呢 我建议你你如果呃 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我建议你去呃 去看一看他们相关的文章 其实都呃 都都都都发表的比较细细啊 呃 另外是这样 呃 关于大陆架考古现在有什么新校 大陆架考古最主要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长三角地区啊 现在这个 不是这个呃 呃 长三角平原是六千年形成的嘛 那你这个像类似于八千年九千年一万年的 你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呃 呃 在我们的这个类似于现在长三角平原那层土下面的啊 那么呃 之前呢 曾经这个呃 我们我们国家的地质部门还是海洋部门 反正在大陆架上面钻了个孔啊 据说发现了这个呃 很早之前的陶片啊 过万年对吧 啊 另外呢 这个在我们嘉兴地区啊 就是我们浙江是南京地调院还是浙江也是个地质部门 他们在那里做钻孔的时候 在这个嘉兴地区海拔-25米还是-27米忘了 反正就是很深的一个地方 钻出了一块陶片 那块陶片可能啊 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和八千年前的跨湖桥的陶片非常类似的 然后在那个附近又钻了一个孔 又钻了一个孔呢 然后说是这个 嗯 说是这个可能好像跟人类活动的灰烬有点关系啊 反正是有线索的 那么现在考古学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啊 虽然各地都在搞考古钳制 考古钳制呢 我们大部分的发掘还是用洛阳产去钻的 在我们南方地区 洛阳产至多钻个六七米出水了 钻不下去了 那么你很可能啊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宁波地区 你你上面这个很深的这种这种土 那么井头山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地质转口工程转口转出来的 很偶然的地方发现 那现在我们的主动性的考古调查啊 我们给别人出具施工之前的进行的主动性考古调查 都是用洛阳产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 我们说这个不行啊 我们不行 我们现在呢 最近做了一个杭州 就是杭州周边啊 陆地部分的这个地形恢复从一万多年啊 一两万年恢复到四千年 那我们其实是要按照那个一万多年前的那个顶面啊 就是那个当时的地面啊 那么你给每个地区画出他的这个 基转的深度 就洛阳产肯定是钻不到的 但是你可以给他啊 比如说宁波地区 你必须钻到二十米啊 嘉兴地区你要钻到三十米 你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硬地面啊 你要找出他的这么个东西 用这种基转的方式去寻找 才有可能能找到我们更早期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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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 另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呢 我们虽然我们考古赚口赚的很少 但是呢 地质部门啊 或者工程部门 他造路啊 盖房子 他理论上都要往下钻的 他都有基转的 并且都要钻到下面的硬地 硬壳是一个磁力层 要其实呢 我们现在其实就在跟这个浙江省的地质部门合作 我们看看从你们钻出来的那些 以往的记录的那个孔里面 有没有说这个地方有什么贝壳啊 有有有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未来啊 包括我们浙江所有滨海地区 为了防止我们这些早期遗址的这个破过 其实我们都要推行一种这个基转的方式 我觉得这样可能能对我们早期的这个遗址的寻找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推进 好的 非常感谢 也感谢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组织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 感谢考古所的刘青城老师 令点点老师给大家联络安排实施 最后呢 再次感谢王定阳研究员 给我们分享了两组在几十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情况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王定阳老师 再见 各位 再见再见 今天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谢谢 再见 王老师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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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